醫療中心裡滿是等待救診的民眾 這裡是巴西里約熱內盧 因應登革熱疫情 緊急開設的護理中心 巴西面臨登革熱大爆發 政府發布數據顯示 今年元旦以來 登革熱病例是去年 同期四倍 光是今年前四個星期 就有262,247例 登革熱疑似病例 並造成數十人死亡 其中住院確診病患 又以十到十四歲兒童居多 許多大都市的醫療服務 開始超出負荷 巴西如臨大敵 因為此時此刻就快要迎接一年一度的嘉年華盛會 狂歡前夕 里約熱內盧宣布進入登革熱衛生緊急狀態 首都巴西利亞 緊急設立二十四小時開放的方艙醫院 準備接受大量登革熱患者 方艙醫院強調不提供住院 只提供初級護理 就是為了要在疫情高峰期間分散就診人流並提高醫療效率 巴西每年都有登革熱病例 但這次疫情大爆發 專家認為是受到去年年底破紀錄高溫 以及聲音現象所造成 儘管巴西政府已經宣布針對三百二十萬人 提供免費疫苗施打 孩童將是優先對象 但由於提供疫苗的製藥公司供應短缺 現有疫苗劑量有限 恐怕疫情還會持續擴大 大海新聞張力編譯 財務局局局局長